藥人蔡一傑在交通意外中受輕傷 她在救護車上接受治療 不過拒絕送丸 警方為她進行酒精呼氣測試 顯示超標 適時以涉嫌醉酒駕駛將她拘捕 又帶返警署接受調查 出事的私家車 車頭和車尾都嚴重損毀 兩個氣袋也彈出 現場是波富林沙酸道馬麗醫院對開 事發在早上近8點 蔡一傑駕駛私家車時懷疑失控狀難受傷 事發後被揭發罪走駕駛